接下來我們談的東西叫做燃燒 燃燒什麼叫燃燒 有廣義的定義跟俠義的定義 廣義的定義就是劇烈的化學變化有光跟熱 比如說鈉可以在氯氣裡面燃燒 鈉跟氯劇烈作用產生氯化鈉 劇烈燃燒有光跟熱 國中基本上談的是俠義的定義 劇烈的氧化有光跟熱 劇烈的氧化作用會產生光跟熱 像木頭燒起來這叫做燃燒 我們國中基本上比較偏向的是俠義的定義 劇烈的氧化 但是考卷上可能會出現 鎂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燒 用的是廣義的定義 廣義的定義 燃燒的一個重點是要記得一些氧化的狀況 會產生什麼現象 後面有談一些金屬的燃燒 不拉不拉之類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氧化物的水溶液的酸性跟鹼性 那是一個重點 考試愛考的題目 考試愛考的題目 燃燒有三要素 要有可燃物 要有助燃物 要達到燃點 要有木頭才有木頭燒起來嘛 所以要有可燃物 要有助燃物幫助它燒起來 是因為這種講法 是因為古時候的人 先不知道有氧氣 先看到有東西能燒 有東西不能燒 所以叫做可燃物跟不可燃物 然後發現氧可以使它燃燒更忘記 所以把它叫做助燃物 但事實上它們是兩個東西在一起 共同作用的 然後達到燃點 那反過來講 如果學測考過類似的題目 如果你要它不燒起來 就是把這三個想辦法 幹掉一個就可以了 把可燃物拿走 把助燃物拿走 或者是燃點 溫度降下來 在燃點以下 OK 所以去除三個集中心 你就可以達到滅火的效果 看你要怎麼做 看要怎麼做 好 那燃燒我們課本上告訴你 燃燒裡面輕氧跟二氧化碳 那我也講過 二氧化碳其實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如果我知道那一瓶是二氧化碳 三瓶裡面有一瓶是二氧化碳 那可以這樣做 氫氣我們前面教過它可燃 淡藍色的火焰有暴明聲 我們前面講過的 氧就是有助燃性 可以使餘氧不燃 可以使燃燒更加旺盛 更加旺盛 二氧化碳是不可燃不助燃 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會熄滅掉 我們講過了 事實上不可燃不助燃 氣體很多 所以光看它不可燃不助燃 不能夠知道它是二氧化碳 只是我已經告訴的三瓶裡面 有氫氣有氧氣有二氧化碳 那這樣做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要輕易背下來 我到底要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要通路澄清水水 產生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OK 就是用檢驗碼來看看它的 OK